昆天阳 快点小心 我入围了 我入围了 太好了 没想到我居然入围了半决赛 这样怎么着也能拿到一万块钱 一万块啊 而且分分钟出单型本那种 我这是不是要红啊 你会红的 我半决赛当天还要准备入围赶言 还可以带静佑一起去 你周五忙不忙 要不要一起去看 我要是不想去就算 虽然我平时挺忙的 但是冲回去看看也行吧 好呀 好 那我们吃饭吧 我想麻烦你查一下周建青这个人 如果可以的话 这次的漫画大赛也帮我运作一下 你的进步真的很大 好好加油 照你现在的水准 立设平优绝对没有问题 谢谢张老师 我会努力的 对了 你跟张颖的关系是不是一直挺好的 有空你劝劝他 他现在的水准在油画系学生当中 算是顶尖的 这次的比赛非常难得 还有机会接触到业界顶尖的艺术家 如果说为了兼职工作而放弃掉这次比赛的话 真是太可惜了 兼职 好像听说是在给谁当助理吧 是 你说这当助理对他的水准提升是有所帮助 可是这助理呢 随时能当 而这比赛呢 两年才有一次 一旦错过了 他毕业了 就没有机会再参加了 你 不会真是为了给我当助理 所以才弃赛的吧 对啊 就是为了要当你助理 我们那个比赛要是拿了第一名 那可是有几十万的奖金 您可是说好要跟我对半分吧 你世界我是那么不仗义的人吗 你之前帮了我那么多 得了奖金当然应该分你一半 你赶紧的 该干嘛干嘛去 给你当助理 是我自己的决定 那我就开了你 从明天开始 你不再是我助理了 不过 你还是我最铁的师弟嘛 好好比赛 把那些人都打排下 给你师姐我 站站脸 但是没有我的话 工作量那么大 你应付得了吗 你跟我工作了那么久 这点心情都没有了 你师姐我可是人送外号 小超人 知道了 对了 周五一定要来啊 一起来分奖金 周五一定要来啊 一起来分奖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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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